走近周易,带你们了解中国是思维下的算卦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今天我们说一下,做人要懂得这四种便宜不能占 就算给再多好处,也千万不要,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 记得曾有人说,这世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占不到便宜就算吃亏的聪明人 一种是不吃亏就算占便宜的老实人 结果聪明人面前老能占便宜 老实人则经常觉得自己吃亏 其实生活哪里都是眼睛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聪明人看似占了小便宜,却是失了人心 老实人只看到自己吃亏,却没看到别人同样也有吃亏 诗曰,避尔为德,彼藏彼家,书甚而止,不谦于疑 不奸不贼,险不为责,投我以桃,抱之以礼 彼童而角,识红小子 生活中的礼尚往来虽然有交际应酬的成分 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礼仪和教养 人活一世不过是求个心安理得 生活中想占便宜的人永远觉得自己受委屈 给别人留点余地,给自己留条余路 幸福的生活往往不是拥有了多少东西 而是心里活得舒坦 所以人生这四种便宜千万不能占 水之清则无鱼,人之茶则无图 算得太轻,不免劳心劳力,使了生活的乐趣 不要以为占了便宜就是在保护自己 尤其嘴上的便宜往往暗藏祸患 一,不占朋友人情的便宜 世间最难还的债,不是钱财,是人情的债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欠人情 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欠了人情就是被人拿住了短处 日后做事难免受到影响 生活里往往是看似占了便宜 实则失了人格和高度 好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 友情的情分和彼此的理解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一旦占朋友的人情债 坏了情分和友情 也是失了自己的人格 虽然朋友彼此理解 但是越是能够理解的朋友 越要懂得珍惜 摆正心思,患难与共 才能彼此促进人生的高度 二,与尖挑贸易,物占便宜 尖挑贸易一般都是小买卖 靠自己双手养家糊口 本来都不是大买卖,不挣大钱 讨价还价也是没有多少 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的帮助 但是对小买卖的人 却是极大的汇利 一般而言做小买卖的人 经济收入也不会太多 占一点小便宜 可能对他们而言 是吃了很大的亏 更有甚者闹出事端 所以面对小买卖的人 多一点理解和厚道 让对方高兴 也让自己舒服 有礼时得寸进尺 无礼时嘴巴不饶人 生活经常见的一种情况 得礼不饶人 一旦自己站在有礼的一方 好像抓住了踩踏别人的机会 狠命地踩踏别人 甚至在对方道歉之后 仍然不肯甘休 其实生命的轮转从不停止 谁知哪一天 自己不会被别人踩踏呢 更何况嘴上的便宜 对生活真的没那么重要 都说这世道一向是讲理的 怕不讲理的 不讲理的怕不要命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 明明没有道理 仍是嘴上不饶人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 一旦你不讲理 对方可能就不要命呢 把人逼急了 做出的事根本没有理性可言 哪怕拼上性命 四 不占欺软怕硬的便宜 不占便宜是教养 虽然生活里占小便宜是常态 但是如果总想着占便宜 就是人品的问题了 虽然生活难免有点欺软怕硬 但是生活里再软弱的人 也有自己的底线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俗话说得好 这世道一向是讲理的 怕不讲理的 不讲理的 怕不要命的 软弱虽然容易被人欺负 但狗急还跳墙呢 被逼急了 平日越是软弱的人 狠起来越要命 做人总要给自己积点得 生活变化无常 今日难说明日之事 今日软弱可欺 明日一鸣惊人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做事给自己 留点回语 做人给自己积点德行 才是聪明人的活法 世界上从来没有 后悔药可卖 失败以后再来后悔 则悔之晚矣 有先见之明而后动 则成功或失败 在我心中 在我掌握之中 审时夺势 而动静存乎一心 进退适度 则无往而不胜 当然一个人 只有吃亏上当后 才会学乖变得聪明起来 不吃一欠 不长一智 但若什么事情 都要去亲自体验后 输了或失败了 再来认错和后悔 那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给我们留下 沉痛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外 还有什么用呢 一个人运气不好怎么办 如何才能转运最好 提醒您 只有正确分析 人自身的命理和所处环境的风水 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也才能对症下药 有地方使的去化解 才能提出转运的好方法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